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因为其广泛应用于农业 工业 军事等行业 是新材料制造的重要依托和关系尖端国防技术开发的关键性资源 被称为万能之土 据悉当今世界每出现四种新技术 其中之一必与稀土有关 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时就曾提到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 中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素有稀土王国之称 中国稀土矿的储量在世界简直一其绝尘 根据数据统计 全球稀土总储量约为1.4亿吨 中国稀土储量为4400万吨 占全球储量的23% 居世界第一 中国稀土产量在全球市场更是占到了81% 此前各国在稀土问题上相互博弈 夺此展开稀土大战 中国在以往吃了不少亏 一些国家把稀土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 对中国实行封锁 中国只能被迫卖土换技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稀土的出口都是白菜价 索性近年来 稀土资源不断受到重视 随着国家将稀土 列入战略储备体系 每日也开始忌惮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影响力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